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海上平台上 有着世界最小的国家 西兰公国 国土面积只有550平方米 而人口也只有4人 这样的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设备 以及公民是如何生活的 首先 想要来访的人 可以通过直升飞机 或者游船两种方式进入堡垒 海关会进行仔细的搜查 确认没有伪进品 之后 麦克尔王子会给护照盖上米兰公国的入境章 接着 将由王子亲自带领 参观整个国家 西兰公国上的主要食物是罐头 而厨房可以提供10个人饮食 有一个有着丰富电器的客厅 以及一个唯一的厕所 由麦克尔王子亲自负责打扫 还有唯一的国宝级动物 黑白相间的狸猫 以及一间专门接待贵宾的客宴室 这是所有房间最大的 在这里 记者采访了西兰公国的两位重要领导人 穷王菲表示 自己的生活与以前没有不同 更多的只是称呼改变 每次过生日的时候 朋友给予礼物时 会让他非常的快乐 而罗伊亲王也表示 他会在需要的时候 成为一个西兰公国的国王 而有时候 他是一名英国人 在提到他们 作为毫无经验的人 管理国家的体会时 穷王菲说 那真的非常的难 在堡垒上 几乎一无所有 他们需要建设各种不同的东西 管理一个国家 真的比管理一个家难得多 但是一想到自己 可以成为王菲 他就会感到 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这个堡垒上 麦克尔王子是比较辛苦 他负责打扫清理 停机坪 厕所 以及收拾垃圾 平日就是在收银机前 负责做一些外地的沟通